卫生间装修11条实用干货 两分钟学会点赞收藏认真听完 能用上一条也是好的 1.抬盆的墙拍下水 不要再让水电师傅用武灵馆这样现场做了 要用这样的硬连接的墙拍下水 不反味 抬盆尽量选择陶瓷或者人造十一体盆 没有卫生四角 2.无人间的门尽量选择铝矿玻璃门 不要再选择木门了 太美合金门也可以用 就是一段不太好看 3.无人间的防水要做两边以上 墙面刚性防水 地面柔性防水 淋浴区1米8-2米 干区上满30公分 4.淋浴区一定要做挡水条 否则水汽活动砖下的水泥慢慢渗透到门口 浸泡门套和地板 5.一定要做淋浴屏风 这是最基本的干水分离 否则你家整个卫生间的地面和马桶上 每次洗完澡都是湿河大 6.主要空间选择职能或者轻智能马桶 会让你的如厕感受提升很多 需要马桶移位或者方便打扫卫生时 优先选择墙牌马桶 7.花洒 买带有空气注入的金属色或者浅色的都可以 不要买黑色花洒 极简风格最适合的就是入墙花洒 8.吊顶 优先选择防水烧板 吊顶表面刷防水滤窑漆 其次可以选择风沫大板 面积比较小的时候再去考虑铝口板 9.低漏脚乏等小五斤 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找麻烦的话 选择的标准就三个字 买贵的 10.浴霸 选风暖 灯暖个人感受能把肩膀烤起皮 位置一定要放在淋浴屏风外面 风暖如果不暖和 大概率也因为买得太差了 11.避开 要顺势而为 正好有个凹进去的空间就去做 否则不要强求 好了 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用 请问我点赞